早安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1月11日 星期六 昨天 大樓就突然召開記者招待會 我也跟大家預告過一件事 就是 坊間全大樓 恆大的債券 虧了很多錢 入股恆大 輸了很多很多的錢 好了 其實這件事真的是獨家料來的 因為 我有一個 大客 我們當他是朋友 當然也是大客 也有關照我 其實 很有錢 是一個很低調的有錢人 當然跟大樓比是沒得比的 那麼他 當時跟大樓是 比較後一點 因為大樓是 大樓是優先認購 大樓當然是優先認購 那麼他 有排的 他也排到後面 但是有份買 大家不說不知 原來 當時的恆大 債券 恆大股價是3元左右 恆大的債券給了15利息 那些是CB來的 其實應該叫 可換股債券是CB來的 CB 就是一家公司放行一些可換股債券 這些債券將來可以 行使去換股份 例如現在3元多 我現在賣CB給你 如果股價升到5元 或者升到8元 你可以用 折扣 來換股票 可以換多少股 例如你買10億 那麼你 除了每年有15%的利息收之外 當時是15%的利息收之外 另外 如果恆大股價是8元 那麽你就可以用 5個多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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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你可以用低於 當時的價錢 去換購他的股份 例如是當時訂好的 如果他升到5元 你可以用3個多買 跟他換多少股 如果他升到8元 你可以用5個多買 所以 那些股票是財息兼收的 因為恆大 之後 幾年之後 一幾年 炒到上去 30多元 大家看一張圖 恆大曾經炒得上30多元股 當然啦 30多元賣的發財 賺10個開 10億股 即是你如果買10億下去就變成100億 當然啦 高位的時候 大樓有沒有沽貨呢 好像沽了一點 但是沽不完 當時有人幫他帳面計 賺很多錢 到了恆大跌下來的時候 他也沒有沽 為什麼我說我們獨家爆料呢 因為大樓昨天在記者招待會裏面 他是不能說的 因為大陸的 網易媒體傳 大樓 虧數500億 然後哭雲在廁所等等 當然 這些 挖眾取商的標題 是 現在 大樓很流行的 震驚14億人 空雲在廁所 很多古怪的東西 總之 務求吸引你眼球進去看 但是根據我這位 大客兼富豪的朋友 告訴我 他當時認購的額 不夠大樓的一成 但是也是很大 相對於普通人來說 大樓在說買過百億的東西 他也買了超過10億的債券 那麼 那個 網易就說 全大樓在恆大的債券就輸了五百多億 而廣東省政府才輸了四百多億 即是大樓比廣東省政府還大 實際上 如果你根據大樓那麼多年來買恆大 其實他不是買一劑的 他是不斷認購的 而且 賺了錢 他又再賣 賺了又再賣 怎樣賺呢 大家不用想 他其實 不用沽出恆大的股票 CB 行不行駛也好 因為 如果你行駛CB 你就沒有息息了 但是大樓 我有印象之中 他在高位好像有套過已經賣過部分 因為你想想 三個多的CB 去到三十多元 你沒理由不行駛吧 你沒理由不對 你沒理由不賺錢 好 當他完全沒有 實際上他是不是買了幾百億的債券呢 應該就買了很多 很多 人們說他輸了五百多億 實際上我計算數給大家聽 當他買了五百億債券 你知不知道 他 只要收租 即是買着 CB 七年 不動 只是收息 七年就翻本了 15%一年 是不是 第一年他沒有買那麼多 好像買了百多億 因為我那個朋友 他買了10億左右 差不多是大樓的 百分之十左右 因為大樓都是優勢買的 你知不知道恆大債券不是每個人買得到的 是看人的 即是說 根本他就 不是目標要集資 為甚麼這樣說呢 其實大樓不方便說的 就是我今天要說的這個主題 恆大當時他自己 利用人頭 買回自己 很多債券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只有這樣做 才可以 名正而成的 把錢 拿出去 用上市公司 大陸的上市公司的錢 給海外的利息 因為CB發行 你不只是發行給 大陸人的嘛 你還在香港發行 因為他好像是算美金的 他的債券 好像是有美金的 你想想 我如果買10億美金 那麼你是不是會給我利息呢 因為你裏面有甚麼得意志 UBS 大摩那些都有認購的 他們每個人都有認購的 當然他認購了之後 轉頭就給了客人的 但是 你如果用大摩的名義去認購10億 那麼你想想 是不是要給人家利息呢 大摩跟你買10億債券 每年給多少錢 10億美金 一年要給1.5億的利息 是正常的 合法的 經過外匯監管 是出去的 是不是 這些錢直接下了袋 你想想 如果10億 一年是1.5億 那麼7年是不是有10億 5千萬的收入 是不是已經翻了本了 只要這些債券 這些CB擺7年 就不用再賺錢 是不是 之後 那些股價升上去 你可以賣 還有 你的CB收到息之後 你還可以行使的 你那個股份 譬如說 不升到某個價位 你還可以用低於那個價格很多 來行使去換股 那裏又可以賺一筆 大哥 我記得他是有行使到 有沽到那些貨的 所以恆大 但是不單止沒事 他還有錢賺 因為我只是計算他的數字 只要他的CB 動也不用動 現在他就算拿著多少恆大股份也好 也是不用錢的 而且 早就已經翻了本了 你想想 大哥拿恆大 它2009年上市嘛 然後他一直買 那些CB 拿超過10年 那裏賺了多少錢 100億進去 賺了50億了 只是收聲 而且恆大 因為之後反應好 恆大債券第二年 第三年 好像將息口調低了 沒有15厘 到13厘12厘 但是也超過10厘 好了 這些債券 我有朋友是想賣 是買不到的 你知道嗎 有錢的朋友 當然他可能不當是朋友 我當是朋友 有些有錢人是賣不到的 因為他不是有錢人是賣給你的 他是要自己有的才賣 根本 恆大的債券 就是愛利 將資金轉移到海外 因為如果你是恆大 你怎樣逃空那家公司 就是派息給自己 但是派息派得多 人家會吵的 上市公司的股東會吵 大陸的監管機構會吵 你們是不是走資 是不是把錢掏空 所以他也不方便 將不停把那些息派給自己 不斷自己在外面找人頭 開一間空港公司 買回自己的債券 是不是最好 買回自己的債券 連連派息 把錢 合法地經過外匯管理局的批准 把錢拿出去 我要給大魔 我要利息給大魔 我要利息給大魔 我要利息給UBS 難道不給嗎 一定要給啦 要不然外國 哪有外資來注資香港 誰有夠膩來投資 所以 大樓 在記者的招待會當然不能說 如果你不計算我賺的 那我虧到500億了 中間賺了 賺的錢 大過 他的本金 你想想 他持有超過10年的CB CB有15厘利息 已經有85厘利息 已經翻了本優特 所以大哥說他為我賺了200億的數目 因為 那些CB 連中間沽了一些 其實已經賺了200億 還有 大哥後期是不是沽了恆大股份呢 兩個多 三個多 其實那些不用錢的 大家知道嗎 那些股份是不用錢的 免費的 全部賺回來的 多少錢賣出去都是賺的 你明白嗎 只是賺少了這個意思 30元沒有沽 三元沽 但是是不用錢的 恆大股份 因為 他之前的息息已經收了 同樣 許家印也是用一種方式 將超過1000億的資產 將超過1000億的這些利息 存在在海外 不同的人頭 去拿著 所以呢 大陸政府要夾他 要他拿回這些錢出來 當然啦 大陸當然不方便 記者招代表說了 否則是頂直你去街 別人這樣做 大哥可能也不想別人打靶 現在又說要 要念佛 又說要做好事 我想他應該也不想 不過 我說的沒問題啦 你不能說的 我說的 所以 從一些 我們的朋友報料 其實就可以知道 整個恆大 是這樣的運作 他們就是用這種方式 不斷向外借貸 然後 自己做了其中一個債主 中間收的利息 全部就是代代平安 而且 變成美金 不用留在香港 很多錢 其實 去了哪裏 我們也不說了 總之是安全的地方 所以 大陸 出來說人家說他虧了 根本就是在賺錢 根本就是在賺錢 當然啦 人們質疑 呂禮軍怎麼幫他賺200億 恆大 司必幫他賺了很多錢 如果你說他藝術品賺錢 藝術品有賺有賺 以前幾百萬買回來 現在買一億就賺錢 但是 我之前看過蘇富美看過他的股東是虧的 他有一隻 永樂的青花 89年買回來 三千多萬 最近賣出去 前年 像去年賣出去 還要低於89年 因為當時永樂的青花很罕見 很少 可能後來 發掘得多出來 所以永樂的青花在市場上多了貨 變了不值錢 因為 有段時間永樂的青花 曾經炒到上去一億一隻 然後掉下來 他那隻永樂的青花 才值三千多萬 還要比89年買的價 所以 藝術品不一定會賺的 大家不要以為藝術品一定會賺的 古董也會跌價的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 跟大家 先說到這裏 大家記得支持這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去康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記得 進來第一時間 先按LIKE 幫我們多點留言 多點活動 多點Share 給你身邊的朋友 最重要 一定要先按LIKE 這是免費的模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中文字幕——YK